法官为赵陶儿关说判无罪 十年后检求再审翻案成功 身为法官却帮儿子的赵陶案关说 虽然儿子当时获判无罪 但十年后要翻案了 当时在最高法院当法官的肖养归 他的儿子肖贤伦 在2008年开车擦撞到一辆机车 造成骑士受伤 不过他竟然没下车查看就开车离开 被起诉肇事逃逸 肖养归担心儿子留下前科 会影响报考司法官 找上一审法官帮忙 但一审法官还是判肖贤伦 六个月徒刑缓刑两年 全案上诉二审 审判长刚好是肖养归 多年好友高明哲 肖养归向高明哲官说 果然二审何一廷三位法官 以2比1的票数改判无罪 不过肖养归官说的事情 后来被揭发 引起各界踏罚 肖养归和高明哲都被弹劾而退休 事件沉寂了近十年 去年高检署经监察院提醒 申请对肖养归儿子的 无罪判决再审 高院裁准 虽然肖男儿子提起抗告 但被最高法院驳回确定 全案将开始再审 没了法官爸爸的官说 肖贤伦这回能否逃过刑责 备受关注 东新闻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